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推进粤港澳台湾区间歇 其重大国家战略 粤港澳台湾区在十四五时期 新发展格局下被赋予重要角色 它其实是长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平台 高级量发展的动力源 也是趋于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更是四十粤港澳融入国家发展的桥梁 结合大湾区先有基础 和新发展格局下的角色 德勤建议 十四五时期大湾区间歇 可以围绕四个关键议题进行部署 一 线线国际创新中心 二 成为全国绿色转型标杆 三 探寻供应链协调发展的领先模式 以及四 大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我们认为香港应化会科研 国际金融中心和高端服务业又是 抓住十四五发展历史性际域 融入内地科技金融生态圈 线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炸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还可以向内地推广绿色金融现金经验 有时是 在保险和基产管理领域 家常与内地的联通 粤港澳台湾区已具备世界级万区基础 具有经济活力旺盛 包容开放程度高 创新实力领先的优势 未来 台湾区在十四五时期发展令人期待 让我们携手生化 粤港澳合作 推进台湾区见解